家裡有新成員加入 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 不過父母要小心處理 避免出現幼兒爭寵的問題 在新成員加入之前 讓幼兒做好心理準備 讓她知道新的家庭規律會是怎樣 和你期望她會怎樣幫忙照顧寶寶 令她覺得自己對於照顧和愛護 弟弟或妹妹有很重要的角色 無論初生寶寶是醒醒還是睡 都要抽時間和大兒子或大女兒玩 這樣可以避免令到她 覺得你只會在寶寶不在場的時候 才會理她 對於小朋友之間的相處 期望要合理 不要預期你的大兒子或大女兒 會像你一樣可以這麼細心照顧寶寶 因為雖然她大過寶寶 但她仍然需要很多注意力 計劃和每個小朋友 每星期都有獨處的時間 這樣可以令到你較容易注意到 每個子女個別的需要和感受 很多家長以為小朋友很少說話 不是很懂得和人溝通 或者只是喜歡和自己玩 就是患上了自閉症 其實究竟怎樣才算是自閉症呢? 什麼叫自閉症呢? 自閉症是因為腦部功能異常 引致的一種發展障礙 症狀通常在三歲之前就開始出現 自閉症時時會伴隨著 智障、癲癇、過度活躍、退縮和鬧情緒的問題 患有自閉症的兒童 在日常生活裡時時都有三大方面的障礙 包括社交發展障礙、語言表達障礙和行為障礙 患者對於外界的事物不感興趣 不是很覺察別人的存在 他們和人通常都沒有什麼目光接觸 亦都不會主動和人交往、分享或者參與活動 在群體相處方面 由於他的興趣很偏狹 模仿力亦都較弱 很多時候都不能掌握社交技巧 沒有什麼合作性 同時由於他想像力較弱 他們很少會通過玩具 進行一些象徵性的遊戲活動 患者的語言發展 多數出現顯著的遲緩和障礙 說話的內容、速度和音調都跟常人明顯不同 例如他會經常重複別人所說的事 但他卻不明白那些說話的意思 他們對於語言理解和非語言溝通 有不同程度的困難 另外,部分兒童更欠缺口語溝通的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 患者會堅持某一些做事的方式和程序 不願意改變習慣和常規 而且時時重複一些動作 比如前後擺動身體 搖房頭部或室內兜圈 他們的興趣很狹窄 可能會非常專注於某一些物件 或是對物件的某些部分 或某些特定形狀的物體特別有興趣 譬如他玩玩具車 就只是專注於車輪那裏 所以幻想自閉症 其實跟很多香港人所說的自閉並不一樣 因為在日常用語裡 自閉往往是指那些暫時不想參與社交的人 和自閉症的徵狀有很明顯的分別 家長在日常生活裡 又可以怎樣留意到 小朋友有沒有自閉症的傾向呢? 在大約一歲的時候 當你和他笑 他不懂得和你笑 他亦沒有什麼面部表情 如果你叫他指車車給你看 他不會跟著做 叫他的名字亦沒有什麼反應 他沒有學說話之前的咿咿咿咿咿聲 在大約一歲半至兩歲的時候 他們仍然和人很少眼神接觸 欠缺模仿能力 所以很少玩假扮的遊戲 他亦沒有興趣和其他小朋友接觸 當別人打算抱起他的時候 他不會自動舉高手配合 甚至抗拒有身體上的接觸 他亦都不會向照顧者尋求安慰 例如他跌倒 他不會自己走到父母那裡 要他們哄回他 從幼兒開始要多點溝通 關心小朋友的心智發展 謝謝你